根據中共的官方數據 3月20日 上海共有758人確診 僅次於疫情最嚴重的吉林省 由於管控規模不斷升級 部分地區出現混亂局面 當天 上海北菜疫情的話題一度登上微博熱搜 當地民眾紛紛抱怨已經陷入買菜籃的困境 浦東新區北菜鎮居民 在接受海外媒體《大紀元》採訪時表示 當地已出現物資短缺 老人無法看病等困難局面 人心惶惶 北菜鎮居民陳先生則表示 附近已將近一周根本買不到菜 上網搶購也是秒光的 要麼被搶光了 要麼有菜但沒辦法配送 我問居委會 我昨天沒有結婚通知的時候 我就去問了 我說那我們沒有菜 啊 怎麼辦呢 怎麼買菜 他說你網上搶啊 我說網上搶不到呀 他說那關我什麼事啊 他連最基本的生活問題都沒有辦法幫我們解決 我覺得這次上海做的是真的讓人挺失望 目前上海的管控仍在不斷升級 向民眾承諾的解封時間 也從最初的48小時變成繼續等通知 從本週一起 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 和迪斯尼樂園都已暫時關閉 部分地區要求民眾上班時 需持過去四天內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 在過去三天裡 上海已有3000多萬人接受了核酸檢測 新唐人記者顧曉華、喬安採訪報導